近年來深受年輕科技迷喜愛的手機品牌Poco 最近推出Poco F5系列手機 邀請手遊傳說對決職業戰隊1Team 與粉絲主隊PK傳說對決對戰 體驗超強遊戲快感 連職業電競選手都說讚 它的螢幕跟快充其實都是對玩遊戲來說非常重要 就是玩起來非常順暢 我最喜歡它的螢幕就是完全基本上是不會卡頓 它衝得快又順又散熱 而且它是稍微長一點的 是我比較喜歡因為我手比較大一點 我覺得它整個在散熱的表現 還有螢幕的滑順度都還蠻好的 整個在遊玩過程畫面的呈現色澤也都還蠻美的 當然它售價真的蠻漂亮的 所以我覺得CP值整個是蠻爆表的 這次系列推出的高階旗艦款Poco F5 Pro 搭載台積電製程的高通旗艦款處理器 2K螢幕與無線快充等超多優勢 都是歷代最強功能 提供全新體驗 精準接入重度手遊需求族群 另一款Poco F5搭載台灣首款Snapdragon 7 Plus Gen 2 只要萬元出頭就可以入手 用超CP值贏得大眾青睞 到Poco F5 Pro 這款手機我們是搭載了 驍龍的8 Plus Gen 1的一個處理器 那此次我們也是使用台積電4nm的製程 加上這個是6.67吋的大螢幕 2K的一個解像力的螢幕 那再加上我們現在也是支援了一個 5160mAh的一個大電量 首次也是我們Poco支援無線充電的一款手機 可以搭載了一個30W的無線快充 Poco F5的手機呢 這次我們也是搭載了台積電4nm的一個製程的手機 就是Snapdragon 7 Plus Gen 2的一個CPU 那這也是我們首次在台灣 這個中階處理器第一個的手法 兩款手機我們都是支援6400萬畫素的一個手機 同時我們也支援OIS的防手震 然後你在晚上夜拍 不管是玩遊戲或者是夜拍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系列的信賴 即日起在小米官網與台中信義行天工 指引門市購買Poco F5 Pro或Poco F5 贈送超值影音服務 還等什麼呢 快來感受Poco手機的無線魅力 記者李惠柯智祥 採訪報導